各位可以看到那個實價登錄這個章節 裡面呢怎麼來的 很簡單嘛 你就在Google裡面打一個那個關鍵字叫開放資料 開放資料裡面呢 你就可以找到那個內政部的那個叫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 裡面的話有開放資料的下載 那下載裡面有這麼多格式 其中一個格式 我用CSV 因為CSV直接打開 它會用Excel幫你打開 那當然你將來也可以另存新檔 把它存成那個Excel的檔案 那在那個網路上面很多啦 各個單位中央單位 像那個台北市啦高雄市 其實都很大量的在開放資料 除了公家之外 其實私人也很多 其實也是在做這個開放資料的動作 那你如何你第一個取得之後你該怎麼做 比如說我們可能會遇到的問題是說 我希望讓它自動分類 這個分類的部分我可以動態的隨時幫我 我想要顯示什麼就可以顯示什麼樣的資料 那所以一般 處理的話流程啦 我通常會先建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就是說 這個清單要自己建 會不會很難 不會很快就可以做出來 比如說我可能將來會針對什麼 哪一些區域 鄉鎮市區 我列一個清單 那不一定全部啦 你可以 針對你有興趣的區域 把它列在這邊 好 第二個 你也許不一定是查 單單只是區的 你想要查別的 比如說這個交易標的 有這些 再來也許美平的單價 可能有這個範圍 你可以列出來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其實裡面呢 大概就可以這樣 比如說這邊有P字刪除 各位可以看到下面不是有很多區嗎 每一區每一區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可以按一下P字刪除 可以把這個底下都刪掉 好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呢 查詢的是針對清單裡面的這個範圍 自動幫我查出來 那查出來之後 自動幫我怎麼樣 把文山區 自動新增一個工作表 把查詢的結果放過來 中正區 一個一個 一個蘿蔔一個坑 幫我把它放過來的話 那我只需要什麼 做一個按鈕 按一下它 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資料全部放過來 全部幫你查完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再去做後續的分析 當然你還可以 有了這些資料不夠 你還可以再做其他按鈕 比如說你要需要什麼樣的資料 可以再做進階的相關的查詢 那另外你也可以什麼 針對那個標的 交易標的 一樣按下去 它會自動產生 每瓶單價 好有沒有 那我做的做法是 我會先把舊的資料先刪掉 產生新的 所以 至少基本上 會有兩個工作標是固定的 就是這個清單 請各位 先看一下 範例檔 裡面的話 這個 叫做 實價登錄 這個 那打開之後的話 可能會遇到第一個問題 這個 鄉鎮市區有沒有 這個資料怎麼來的 其實有個簡單的策略 你可以把這個範圍 Ctrl Shift向下 Ctrl C 那因為裡面會有重複的怎麼辦 沒關係 你把它先貼上 重複的話 資料裡面不是有個什麼 移除 重複資料對不對 不過在2003以前的版本沒有 要不要擴大呢 記得不要 按移除重複 它就會幫你怎麼樣 把A欄裡面有沒有標題 有標題 把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移除掉 剩下來的話 就會是你要的 當然如果這樣你不希望查這麼多區的話 你也可以只查你要那幾區 那還有什麼這幾個 這裡面有沒有不重複的 一樣 Ctrl C 把它貼到清單裡面 然後做什麼呢 一樣移除重複 針對不要擴大 移除重複 那有沒有標題 有標題 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就會有你留下你要的東西 類似的方式啦 當然在那個開放資料裡面有很多類似這種處理 那單價我已經先幫各位見好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按一下按鈕可以自動幫我產生我需要的分類 那分類部分的話是在清單裡面的話 這部分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先把這個打開一下 這個先打開一下 做一個P字處理 那P字處理包含就是說 總共應該我這邊是做了總共有四個按鈕 那其實這四個按鈕 上面這三個其實是雷同的 它的差異只是說 查詢的清單來源不同 然後呢 要查的這個實價登錄 查的哪一欄不同 其他的程式都一樣 那這個怎麼來的 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 我那個程式上面呢 會有一個這個註解 註解的流程是這樣 一做什麼 選取追萬 我是把優標放 因為為什麼 因為要篩選之前要先選取 再做篩選 然後給它一個條件 再把篩選出來的東西複製 複製之後怎麼樣 要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把那個資料貼上去 再做欄寬調整 因為你貼上資料欄寬會不一嘛 然後再取消選取 取消選取用slate就可以了 然後呢再來就是取消篩選 最後呢優標再放回A1 大概就是一個cycle 做完之後 因為我在外面包一個清單 也就是你查完一個 換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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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成了 那這個程式 如果你不會寫 你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那個 這個程式我怎麼怎麼怎麼出來 第一個就是 我私利用那個在開發人員裡面的 錄製聚集 那在錄製聚集之前 我可以先這邊 聚集 我先產生一個聚集1好了 那特別注意 這個恐怕先彩排一下 你錄製之前 你不能亂錄 因為你只要做的動作 他都會幫你產生 那個對應的程式嘛 所以喔 做之前最好 比如說你今天 假設我先 要查 假設 查那個文山區 那我先把這邊的都刪掉好了 假設我要產生一個查詢文山區的部分 那我該怎麼做 一 郵標也許放在某一個儲存格 所以你最好先放在外面 然後呢 再來 錄製之前 郵標盡量不要停在上面 因為你有時候 再點這個動作 它同樣的儲存格 不會幫你產生程式嘛 所以我把它放外面 錄製聚集 給一個名稱 按確定 再來 郵標也許是放在 假設我這邊是放在A1好了 好 再利用什麼 資料裡面的篩選 這個時候呢 就會篩選 然後呢 我可以利用什麼 文字篩選 特別注意喔 這個篩選還蠻厲害的 幾乎我覺得 你可以取代資料庫裡面的查詢功能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這個欄櫃裡面呢 它是文字 它會出現文字篩選 如果你裡面是什麼 裡面是數字的話 它會出現數字篩選 如果你是日期的話 它會是日期篩選 所以也就是利用這個方式喔 你也可以做其他的應用 還蠻厲害的 甚至你可以不需要用資料庫 也可以達到資料庫的查詢目的喔 像我之前也用了很多這種方式喔 做出一些查詢系統 比如你要查什麼 跳出一個對話方塊 你輸入 我自動幫你把你要的東西查出來 並且放在一個新的工作表 你就去看就可以了 那這個會不會很困難 不會 做法跟我們現在講的這個 也是雷同的 那首先的話呢 我就把那個文字篩選 然後我這邊的話用等於好了 或者是用包含 包含有點像是關鍵字查詢 包含 包含什麼呢 假設我今天是文山區按確定 它會把文山區留下來 那我怎麼把這些資料存起來呢 Ctrl-Shift向右 向下 這個意思就是把資料全選 全選之後Ctrl-C 再新增一個工作表 名稱的話叫做文山區 名稱要把這個東西貼上好了 貼上 那這個名稱的話呢 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文山區 那再來就是把這些 做什麼呢 常用裡面有一個叫做 這個 要不要放回這邊好了 這邊有一個就是 格式裡面的自動調整欄寬 它全部就自動幫你調好了 把它全選好了 然後格式裡面的自動調整欄寬 特別注意 因為我剛剛做的動作 如果不OK 到時候要把它刪掉 然後呢再切回到原來的這個工作表 並且把那個剛剛的篩選 這邊有個資料 裡面的篩選 記得要把它取消掉 那取消取消選舉 你就優標怎麼樣 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A1上面 最後呢 就回到開發人員裡面 把它停止錄製 那各位可以看到 剛剛錄下來的東西 都在這個 好像聚集1吧 我沒有改 你會發現 剛剛做的東西都在這裡 那我只是把怎麼樣 把這裡面的程式 不要的東西 比如說這樣子 Auto Active Window 這個 這個 捲動 這個其實都可以刪掉 這些 只要你看掉 先把它刪掉 然後 再把這個 序詞 這邊 剛剛有做錯的 把它再稍微修改 修改完之後 看到的結果 應該就是這個 我只是把這上面 加上1做什麼 2做什麼 那特別注意 這個篩選裡面呢 最重要就是 針對什麼 它的 criteria 也就是說 這邊有一個關鍵 包含有沒有 包含什麼呢 包含裡面有關鍵字 那再來就是說 那個查詢 Auto filter 這個查詢的條件 你要查的是 對應的這個工作表 第幾欄 所以這邊有Field 1 查第一欄 給一個關鍵字 查出來結果怎麼樣 複製 新增工作表 在這邊的話 是一個什麼 add add到哪裡 新增工作表 shits.add add到最後一個 shits.kong 就是最後一個 自動幫我新增 然後呢 給它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 是x 從清單裡面取得 然後就自動完成 那 因為我有個清單 所以我在外面 再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for回圈 那這個for回圈 那這個for回圈呢 是從那個清單裡面 我如果清單 這個清單裡面 有這些 那我從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我可以 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shits清單裡面的 最下面一列 那幫我怎麼樣呢 把這個清單的一個 先抓文山區過來 然後怎麼樣呢 去查完 並且幫我產生一個 有沒有 自動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並且 有沒有 autofit取消栽選 回來 換下一個 中正區 一樣 新增一個 以此類推 全部就查完了 對不對 那你做完區之後 那這邊有個call 那個p字刪除 就是把舊的先刪掉 我這邊已經有先做一個了 那標的的部分 其實有沒有 它差別就是說 查的資料在b欄 所以這邊改一下 把a欄改b欄 欄位名稱呢 把它改成第二欄 其他程式都一樣 那如果是單價的部分的話 因為多一個參數 所以 第一個參數 是x 第二個參數是y 那取得的欄不同 其他都一樣 那你可以篩選的部分 又有兩個條件 所以quateria 這個是數字篩選 那最後查出來 就會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那我這邊是做了 總共是三個按鈕 但第一個先把它刪掉 然後可以把它 p字篩選 區 它就會自動一個一個的幫我怎麼樣 建立我需要的工作表 那你切過去就可以看到你要的 那 按一下標的的話 會把舊的刪掉 然後把新的再放過來 一直類推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好了 因為這個 錄製聚集的部分 需要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錄下來的東西 你可以再跟我完成的部分 稍微做個比對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只是說我把 錄完的東西 在上面加上那個 需要的註解 所以一個一個 然後呢 在外面再包一個回圈 就可以達到什麼 自動建立工作表的目的 那這個其實當然 對於你在整理資料上面 會方便許多 會方便許多 試試看